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的 沒有錯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後這一隻 我們的愛藏版橘透紅蓮哥吉拉 等了好幾個禮拜 它終於回來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一整隻的顏色呢 跟當初的橘透呢 完全不一樣了 如果大家忘記它原本的模樣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之前瑞德拍的影片喔 沒有錯 這一隻巨無霸終於回來了 好不好 經過了塗裝師的修改洗禮 它終於變成我心目中的樣子了 好帥喔 今天瑞德就是要來好好介紹一下這一隻啦 因為它不單單只有外觀上座的改變 它的內在也多了一些東西喔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趕快來仔細看看它究竟變得怎麼樣吧 GO 好的 那在介紹這一隻塗裝之前呢 現在給各位看一下這個東西 這個是這一隻愛藏版橘透哥吉拉的 算是它的認證標誌吧 這個小鐵牌 然後上面可以看到它的編號 我記得這一隻橘透呢 好像當初是有限量吧 我沒有記錯的話 到底限量幾隻我也忘記了 因為它有點久了 所以它就有附贈這個小鐵牌喔 好 那我們直接來看一下這一隻的塗裝吧 那這隻哥吉拉呢 瑞德是參考了1995年紅蓮哥吉拉的配色喔 就是瑞德一直在重複說過的 我很喜歡的哥吉拉啊 那同樣的也是熟悉的黑底 再加上部分的橘紅色去呈現95紅蓮哥吉拉的燃燒感 像是它的胸口啊 手臂 腹部以及大腿的部分 都有大面積的橘紅漸層 那它的背起也是一樣喔 就都是像這樣的橘紅配色 然後一路銜接到它的尾巴的最尾端 不過其實當初在電影當中的95紅蓮呢 它的尾巴顏色還是它原本貝奇的顏色啦 但是瑞德還是選擇請塗裝師把這種橘紅配色呢 像這樣延伸到尾巴過去 我覺得這樣比較有整體感啦 那再來就是它頭部的塗裝了 因為這隻愛藏版哥吉拉呢 它本身的材質就比較偏向那種軟膠玩具 所以其實它的頭雕的部分呢 並沒有那麼的細緻 牙齒跟舌頭都是一體成型的 那原本瑞德是有想過說要不要幫它指牙啦 可是後來想一想就決定還是交給塗裝師 用塗裝的方式去呈現它整個口腔的感覺 那就像大家現在看到的這個樣子 牙齒跟舌頭只單靠塗裝就整個立體很多喔 那接著就是指甲的部分 像我是非常注重指甲上色的方式 因為我看過有很多人幫哥吉拉上指甲的顏色 就只是單純上純白色 我覺得如果只有白色的話 那顏色真的是太死了 所以我都會請塗裝師幫我去呈現出一些漸層感 讓指甲銜接指頭的顏色呢 有那種由淺入深的感覺 就像大家看到的這個樣子 不管是手跟腳都是非常的重要 那因為就像剛才說的嘛 因為它本身是軟膠玩具 所以我並沒有把它的手給黏死喔 而還是可以些微的可動啊 能夠繼續調整上下的動作 對 然後腿的部分呢 我也有請塗裝師幫我灌法跑 灌到膝蓋這個位置啊 對 就是為了不用擔心說之後放久了 會不會軟腳啊 站不穩啊之類的 背棋呢 它的塗裝我也是很喜歡 那Red有稍微錄一下塗裝師在噴塗背棋的過程喔 來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你要要求透感嘛 嗯 對 所以說沒有輔助跟那個伏克 就是直接把你上那個透明的眼亮 所以你會先上紅色 橘色的部分 喔橘色 那中間黑色的部分就是後面再上 對對對 一樣是用噴的嗎 對 都是用噴的 對 都是用噴的 因為底庫會沒有它的上紅 喔 所以像這樣噴啊 它們會乾很快嗎 其實 一下子就乾了 喔是喔 它不會縮得很 還是就會看起來很 欸 像這種漆啊 如果說 像如果說我要把它拆卸 然後拿吹風機把它吹熱 那它有顏色會掉嗎 基本上是不會掉的 喔不會掉 這種漆性是不會掉的 就不用擔心說敢吹熱的被溶解掉 對對對 那這些呢 那這些呢 是還在處理當中的半成品 那有的顏色已經上的算差不多了 那有一些還在等待處理 來吧 我們再來比對一次 大山龍紅蓮呢 它的高度大約是48公分 那長度呢 有將近88公分喔 但是 放在我們的愛藏版紅蓮旁邊呢 就變小了很多啊 對 你看看 感覺是不是差很多 不過 我對於他們的愛呢 都是一樣的 都很喜歡啦 好不好 每天看著他們心情都很好 工作都不想做了 那後面那一隻呢 就是瑞德上也是介紹的 送去改塗裝的大山龍紅蓮 沒錯 瑞德又多收了一隻喔 也是跟壽友說的啦 你喜歡的玩具 就是要收複數嘛 是不是 而且像這樣巨大的紅蓮 通通擺出來呢 真的是超震撼的 瑞德有很多朋友啊 都會特地來找我 就是想要來跟他們拍張照 有機會的話啦 瑞德也會邀請一些 認識的youtuber 來陪瑞德開箱 介紹一下哥吉拉的玩具喔 那最後呢 看到這個熟悉的遙控器了吧 沒錯 就是瑞德在前面有說到的 這一隻愛藏版哥吉拉呢 不只有紅蓮的外觀 在他身體裡面 也佈滿了身為一位 熱愛哥吉拉玩具的粉絲 所渴望的那道光 來吧 關燈音樂請下 就是這個樣子 有沒有 橘頭再帶點紅色的感覺 打開呼吸燈之後 整個燃燒感都出來了 甩到沒朋友啊 你看看你看看 他的胸口 腹部 腿部以及背棋 讓他們亮起來 就真的很不一樣 不過瑞德是只有請塗裝師布燈 分在這幾個部位 其他像是尾巴啊 頭部啊 我就沒有請塗裝師布燈了 但是 搭上哥吉拉的音樂之後 滿滿的儀式感啊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很多收藏哥吉拉玩具的粉絲啊 也都跟瑞德一樣 就是一定要追求燈光的表現 就算不是說一定每天讓它發光 但是就是一定要有光 呵呵呵呵呵 是說啦 我原本還打算說 讓它有冒煙的那種感覺 畢竟紅蓮嘛 就是要熱到冒煙啊 但是我想 那可能之後再來想辦法製作了 這一次就先把塗裝跟燈光搞定就好 一步一步來 好啦那這就是我們這一次 愛常版橘透 紅蓮哥吉拉塗裝的介紹啦 那因為瑞德自己本身 真的是很喜歡 1995的紅蓮哥吉拉 所以可以把它改成這個樣子呢 是我真的還蠻喜歡的啦 對那其實我在這邊呢 還是想要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有一些人呢 他可能會去找塗裝師 去塗裝自己的可能玩具啊 公仔之類的 對那有些人可能是因為住太遠 然後塗裝師可能住在別的縣市 所以他只好用寄送的 然後跟塗裝師在線上聯絡這樣 可是我覺得在做塗裝這方面呢 是需要跟塗裝師好好的去溝通 去讓他們知道說你的需求是什麼 對因為其實塗裝這種東西 塗裝師給的感覺 跟你所想要的感覺可能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有聽過 真的是很多人 可能把東西送給塗裝師回來之後 就發現說 欸 怎麼感覺跟我想要的不太一樣 然後就覺得說 塗裝師好像功力不夠 但是我覺得 並不是這個樣子啦 因為有時候大家可能在網路上 只看到照片 或者是影片 所呈現出來的樣子 跟實體又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我覺得在做塗裝這一塊的話 是真的需要雙方去好好溝通啦 總之如果說大家對於塗裝有興趣 但是自己又做不來 想要找塗裝師的話呢 真的 好好的溝通非常的重要啊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 都先到這邊再次告一段落了 就是簡單介紹一下 終於回來了 我的愛藏版G透 終於有我想要的樣子了 那後面呢 RID還有非常多去送塗裝回來的 不管是空套啊 還是說GK 都會陸陸續續的拍給各位看啊 所以如果說你們對於哥吉拉有興趣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囉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surrounds那支影片 Friend 從給啊 有許多佛 第一部 無能幫助 … photos 一 的